現在我在排隊遇到一個叔叔 他親我 台灣人覺得好好喔 這是台灣人的熱情 等一下 勇力的 勇氣 哇 這是什麼優秀 謝謝 排隊的時候 親我 嗨 大家好 最近大家過得怎麼樣 我好高興 因為我下個禮拜就要去亞洲了 我要去日本還有台灣 我真的好想台灣 所以這集非常特別 我很想要分享 我為什麼一個美國出生的台灣小孩 會這麼喜歡台灣 這集會分享我在美國觀察的生活 還有也會分享我上次回台灣的一些片段 好吧 我們開始影片吧 第一 台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 我每次回台灣的時候都會見到好多好好的人 然後我有一些片段 就是我上次回台灣的時候 就遇到很多很善良的台灣人 然後我剛好都是在蜘蛛奶茶店遇到的 現在我在排隊遇到一個叔叔 他親我 台灣人覺得好好喔 這是台灣人的熱情 等一下 勇力的勇氣 哇 這什麼優秀 謝謝 謝謝排隊的時候 請我 謝謝 每天都喝不一樣的珍珠奶茶 還有剛剛我在走路的時候 有一個觀眾就走過來 然後跟我說他看我的影片還訂閱 還跟我握手 謝謝謝謝 真的好開心 每次見到有看我的影片 我都會真的很感動 真的很謝謝你們看我的影片 然後我也好想台灣的捷運 你看我現在在車上 因為我如果想要去一個地方 我都需要開車才能到 我知道我住在加州 然後加州是一定要有車 所以有人可能會說 但是美國也有地方 像紐約也有捷運 但是紐約的捷運好恐怖 你看台灣的捷運那麼乾淨 我真的好想台灣的捷運 台灣捷運好多人 台灣捷運真是方便 我真的好想在台灣也可以走一走 然後看到很多好棒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在美國 我大部分的時間都需要開車才能到 所以我想要給大家看一下 我在台灣走去哪裡 有這麼好的東西 今天是一個隨便休息的一天 所以我沒有什麼計畫 我就是去一個可以走一走的地方 我終於知道他是誰 他是Ola 我有超能力 我有超能力 今天好舒服好開心 看到我看到什麼 台北101 我最喜歡走一走 然後就遇到經典或看到經典 走一走 走到國父紀念館 走到國父紀念館 走一走 走到國父紀念館 哇 今天完全沒有計畫 然後就看到兩個景點 就剛好台北101在那裡 所以就順便進去吧 我好像走對方向 因為台北101好近 又有一個 他是誰的moment 哇 好像是台北101的牛 還有走一走 還有走一走 還遇到一個傳統的藝術 我也不太確定是什麼 走一走還遇到一個 台北當代藝術館 是這樣子 沒有找到啥 台北當代藝術館 在台灣買東西真的比較方便 在台灣買東西真的比較方便 就是可以走一走 然後看到喜歡的東西 就可以去買 在台灣因為買東西那麼方便 走一走就會想要 買很多很可愛的東西 我買了一頂新的帽子 他是熊貓 應該進去看看有什麼東西給我弟弟 因為我弟弟非常喜歡這個卡通 我想要買一件給他 一件這個給他 這是我第一個 上班以後 買給我弟弟的聖誕禮物 你們能猜我現在開到哪裡嗎 我開到美國的小七 你看連小七都要用開車才能到 但是很多人看過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好喜歡台灣的小七 台灣7-11真的是第一名 所以我當然要來美國的7-11 給大家看為什麼台灣的7-11 比美國的7-11好一百倍 好吧 我們現在在美國的一家7-11的門口 然後我拍完裡面有什麼 就會給大家看我上次去台灣7-11 你們會覺得台灣的7-11真的好一百倍 請留言你們對美國7-11的門口有什麼想法 我後面全部都是美國的零食 其實我比較喜歡台灣的零食 台灣的7-11有乖乖 你們等一下就會看到了 美國的7-11就是沒有像台灣那麼好 就是有那些便當或正正可以當午餐或晚餐 早餐吃的我記得我上次去台灣也有茶燒飽 好好吃喔 好想台灣 然後這是我們的泡麵 我真的好想台灣泡麵 然後這裡有樂咖啡 但是台灣的7-11有珍珠奶茶 好吧 這就是我們的美國7-11 你們能瞭解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台灣的7-11了吧 請留言你們對美國的7-11有什麼想法 好吧 這就是我們的美國7-11 你們能瞭解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台灣的7-11了吧 請留言你們對美國的7-11有什麼想法 好嗎 我是Melody 我是台灣7-11的超級粉絲 所以我來台南一定要來這家 第一萬店在亞洲開的7-11 進去這個7-11吧 哇 哇 你看天花板 我知道一些觀眾覺得我很奇怪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台灣7-11 所以來這種店讓我很開心 好可愛喔 愛你喔 台灣7-11 請關注我 桌子好可愛 哇 可以定在這裡耶 可能大學的時候 在讀那些很難很想哭的那些 數學考試啊 有這個 會很開心 這個台灣7-11好像有比較多選擇 這個台灣7-11好像有比較多選擇 這個台灣7-11好高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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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賣好可愛的卡吉亞包包 有賣好可愛的卡吉亞包包 好多乖乖的選擇喔 點了一杯熱的芋頭牛奶 這是他們新的飲料 很好奇會怎麼樣 因為我非常喜歡芋頭 謝謝台灣7-11給我的美好時光 愛你喔 然後我也好喜歡台灣 因為我好喜歡台灣的夜市 現在在美國已經晚上了 我只能待在家裡 因為在美國晚上都沒有東西開 紐約可能會有東西開在晚上 但是我覺得在紐約比較危險 然後在美國有一些地方會有亞洲的夜市 但是在美國亞洲的夜市 需要買門票才能進去 沒有像台灣那麼好 可以直接進去 免給給喔 然後進去 又有好多好好吃的東西 台灣晚上就是有好多東西 不只是夜市 我給你們看看 今晚又回來 士林夜市這個地方 我很喜歡台灣的一點啊 就是在晚上的時候啊 有好多東西可以做 然後好多好吃的東西 每次都可以吃 台灣就真的好熱鬧 然後每次都有東西 就真的好剛好 因為剛剛在下雨 所以就覺得打算就回家了 回家休息 但是就沒有下雨 然後就看到士林 就捷運坐到士林 然後就覺得啊 應該出去一下 好可愛的狗狗 好可愛的狗狗 就說啊 本來不會餓啊 但是一直走一走一走一走 然後又聞到這麼香的東西啊 突然又會開始餓 突然又會開始餓 呵呵 好像飲薯條喔 這次的薯條根還比我上次去那家夜市的薯條根還大 這個箱子裡面都是愛心 愛你們喔 走一走啊 走一走啊 就看到直接賣的薯條 所以不用去家了 找到第一家要吃東西的地方 好可愛喔 現在先吃吃剛剛連了一串牛肉 但是可能剛剛加太多胡椒粉 呵呵呵 因為現場所有現場所有東西都很好吃 好可愛喔 這是我看過最大的酪梨 看起來很好喝 美國好像比較沒有酪梨牛奶這種東西 但是我有找到一家台灣人開的一個奶茶店 然後還有賣酪梨麗茶奶茶 還蠻好喝的 但是這一杯就要6塊錢了 真的要趕快回去台灣了 台灣水果台灣酪梨 第一名 這是我喝過最好喝的酪梨牛奶 下次一定會回去 好好喝 我覺得這麼好喝的秘訣啊 就是因為台灣牛奶很好喝 然後台灣酪梨又好好吃 所以加在一起啊一定會很好喝 在加州如果想要吃台灣美食 真的需要去開車 我們現在要開去一個台灣餐廳 它叫做A&J餐廳 就是有麵 有蔥油餅 那種類的東西 是Melody選的 因為她今天想吃麵 對 我非常喜歡擀麵 那我非常喜歡這一家 但是Chris還沒有去過 所以這是他第一次去 這是我第一次 這是我第一次 對 Chris 謝謝你每次都 開我 開車當我的Uber driver 那是很奇怪的事情 但是OK 對 我非常開心地開你 在你 在我在我 不好意思 中文最近講的莉莉拉拉 需要練習 那是因為你在Vlog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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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麵來了 我們點一樣的東西 假如我的是細麵還是粗麵 細麵 粗麵 粗麵 膽膽麵 請留言你們比較喜歡細麵還是寬的麵 好可愛 好好吃喔 我好喜歡蛋蛋麵 讚 朋友餅來了 如果想要吃台灣美食 需要開車 然後開車到一個小鎮 才可以買到 可以 我今天來這個餐廳買一個 蚵仔針 然後你們能猜幾塊錢嗎 加Tip 然後再加稅 就要17塊美金了 真的要趕快回去台灣了 至少我說我要回去台灣 我這次是真的要趕快回去台灣了 我知道我剛剛已經知道很多台灣的美食了 但是台灣的美食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再給你們看看 更多我去吃很多不一樣的台灣美食 好高興啊 去夜市了 又要吃很多台灣好吃的小吃 又遇到薯條的夾娃娃雞 這是我第二次來老河夜市 第一次吃高中的時候 我以前有拉小提琴 然後跟交響樂團 來台灣的火光山表演 但是我們也有來這裡一晚 好笑的故事 我還記得以前我跟我朋友來 然後我朋友想要殺假 然後 那個要賣他東西的 我們就跟他說帥哥 已經很便宜了 塞住了 太多人了 真的聞山聞海 好口渴 先點一個愛玉 還有排隊的時候看到這麼長的充電線 我還沒有看過這麼長的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愛玉 愛玉 愛玉 AQUIRED 來看 喔這次檸檬比較爽 其實很會解渴 愛玉還蠻Q的 太希望有更多愛玉 不夠多 新的景點 又來點臭樂盒 好時候都有玩那些 第一次看起來好好吃 妳是哪邊人 我是從美國來了 美國喔 感覺好遠 是我第一次吃 看起來好好吃 真的嗎 對啊 這是台灣的麻糬啊 這個要現吃喔 好 一口一顆 裡面發現 一口一顆 妹妹的國語你講那麼好 是美國妹妹帶很久吧 謝謝 沒有我在美國出生的 在美國出生的 對 爸爸媽媽把妳教育得很好 謝謝謝謝 母女都沒有忘掉 真的啊 我妹妹也是在美國好久 40年應該有了吧 是 妳妹來 第一次吃這家 看起來好好吃 都是先做了 還有網板好善良 好香喔 這個花餐好好吃喔 這麻糬好爽 難怪她有得到米星 讚 要一份嗎 一份 對 一份 一份的話 看起來好好吃 這是不是好像變成蛋球 好像又有蚵仔 蚵仔好吃 還有台灣奶茶 是全世界最好喝的 第一次喝這家 我可以了解為什麼上面有這個花 因為喝起來真的有花的味道 但是蠻好喝的 我覺得我可能飲料就是要點半糖 因為半糖最好 試試看這一家的奶茶 不錯 因為我每次都點一樣 每次都點鮮奶茶 可能每家店 只是那個茶可能會不一樣 然後牛奶的牌子也不一樣 但是我都覺得很好喝 我在美國啊 其實有一個很好笑的 關於奶茶的故事 Chris is going through a lot emotionally 所以我告訴你們那個故事 所以我們剛剛在背典啊 然後Chris點了一個紅茶 就是那個黑色顏色的紅茶 然後結果他們就給他這個茶 你要告訴那個故事嗎 很好笑 我一開始點紅茶嘛 然後之後我就想說 紅茶怎麼可以這麼久 就少冰半糖 然後之後就想說 你可以卷一卷 然後之後把它黏上那個蓋子就好了 然後就想說 為什麼會這麼久 我就去餵一下嘛 然後之後呢 他就跟我說 紅茶 我們這邊不賣紅茶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菜單已經換了 所以他們我們之後變成 我的紅茶變成 Amber Tea Amber Oolong Tea 烏龍茶嘛 然後我就說 好 算算 就直接 就直接做一做 然後之後呢 做完之後 我就喝看 然後首先為什麼 會吃白色 你知道嗎 烏龍茶哪裡跟你白色 然後 我就想說 算了 有可能會好喝 但我喝的時候 我發現 這不就是 Jasmine Tea嗎 就是這個奶粒 奶粒茶 是奶粒茶嗎 對奶粒 Jasmine Green Milk Tea 是奶粒 反正就是綠茶嘛 不過這就不是烏龍茶 就是不會又是白色 然後我就想說 我怎麼可能可以從紅茶 變成烏龍茶 然後現在又變成 喝起來其實是 綠茶 所以如果你沒有 你沒有 你沒有其他茶 你就說嘛 不用跟我騙 就直接跟我說是 只有綠茶 但是我們就不用 有考這一關 請留言你們的想法 對 Chris的故事 對他的 human life situation 有什麼看法 你們知道嗎 我也去過沸點很多次了 然後我每次去那裡 都會點紅茶 所以我其實 自己也很 confused 他們說他們 菜單上面沒有紅茶 有點意外 在台灣買食物 真的好方便喔 我聽說在台灣 叫外送人員幫你送食物 也比較便宜 你知道在美國 叫外送人員很貴嗎 這就是為什麼 我每次回洛杉磯的時候 我是我家人的外送人員 我剛剛下飛機 然後吃飽飯 然後我就 趕快去買很多東西 給我的家人 我是我們家裡的 珍珠奶茶外送人 然後我現在要去一個 漢堡店 因為我要去幫我的弟弟 拿 我們幫他點的漢堡 我們幫他點的漢堡 這是我弟弟的外送人 弟弟你要說謝謝喔 還有 美國出生的台灣小孩的對話 超好笑的 我們剛剛在帶走的時候 Kris有買東西 你看他買什麼 買了很多 問號的 問號的 你為什麼要買這麼多問號 就是給大家的生日 因為大家都不想知道 他們進來幾歲 我的天 而且這個 我跟你講台灣現在很多東西 真的喔 真的喔 我沒聽過 我跟你講很多台灣 都是用一個問號 那你的生日來的時候 你也要用問號嗎 我沒關係 我還年輕 可以直接用我的生日 我應該也用問號 因為我的觀眾都以為我是高中生 我覺得也是 你也覺得我是高中生 不只 也不 不只 不只 國中吧 是因為那個書包嗎 因為我剛剛 見我的朋友 就是這個書包 剛剛見我的朋友 Ethan啊 他是美國出生的廣東小孩 他說 我好像一個 然後他是我的 我想也是 台灣真的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台灣的人真的都很好 我這個美國出生的台灣小孩 真的好想台灣 然後真的很開心 我快要回去了 我在做這個影片的過程 真的很開心 因為給我一個機會 看到我很多 回台灣的美好時光 但是也有一點困難 因為中文不是我的主要語言 所以記得留到最後喔 有更多影片 很想台灣 很想你們 愛你們喔 在台灣見 今天的英文頻道同步播出 我分享我一年當創作者的想法 記得去觀賞喔 給大家一個精彩預告 給大家一個精彩預告 掰掰 我看到好多車喔 我 常常都會說 人山人海 我會看到很多人 那人家會說 車山車海嗎 不好意思 我剛剛忘記 靠 這中文是什麼 我差一點說 台北101的MOO 對 我好像走 嗯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做 I can't speak English Wait Mannarin I can't speak Mandarin 然後 我現在能 等 等 那還沒辦法 我失去了 但是你們能猜 我現在 看到 血刀 你們有看到那些口容在動嗎 我覺得很不明顯 但是剛剛有人就一直說他在動 我是仔細的看 才看到他們有動 看我又見到誰 這是Chris again 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 最近唱歌MELODY很好 對 因為他這次 回家 可以 有機會 跟他 喊一下 我們已經開到餐廳了 Yeah I'm ready to eat MELODY's extra hungry today 嘿嘿嘿 加分 嘿 Time to加分 我其實已經吃不下了 但是啊 我已經說過了 我是臭豆腐的超級粉絲 所以我去每個景點 一定要點臭豆腐 哇 你留到最後 請留言告訴我 真的好感動 愛你唷 還有啊 我超級喜歡鵝仔 好飽厚 你看那個鵝仔的汁 這個湯 然後全部都跑進去 好飽厚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